大家好,我是温温,今天要带来的是拉兹九重路的一个实战解说 那么在开始呢,我们先蹲个草丛,然后呢先把并线清理掉 那拉兹最重要的是它的二技能 那二技能有什么用呢?就是它一个很短的冷却的时间呢 就可以让它有一个很高额的输出 那当然这个伤害是单体的 可是当我们出到了爆裂法杖之后呢 它就会有一个很夸张的一个范围输出了 那我们一开始呢,输出到鞋子 那鞋子的话呢,能够让我们在一等的或者二两等的时候 我们清了第一波兵线,那我就可以去支援别的路了 那这里我们先把,再把我们的兵线去清一清 那这里呢,我们呢蹲草丛,然后呢一套输出关在对方拉兹身上 那注意它是有这个造型,而我们是没有的 可是我觉得传说队局是一个很公平的游戏 即便你没有造型,你也可以打得比对方好 那就是这个和其他游戏有一点不同的一个区别 那么这里呢,我们看到对方的打野还有凶路都往下落的集结 那我们这时候呢,赶快过去支援 然后看到对方的艾蜜莉我们使用闪现 加上我们大招直接把对方艾蜜莉人头收下来 那这里对对方特安娜斯赶过来想要收掉我们 可是呢,我们使用我们的二技能搭配上我们的位移成功的逃脱 那我们这里呢,先回城回一下血 然后再回到我们中路 那这时候看到魔龙去 我们的这个莫尔拉把魔龙收掉 可是呢,感觉还是有一个小会战 那看到对方呢,已经归回对方的蓝buff区 那可能这波会战就打不成了 可是不要紧,看对方拉兹蛮冲的 那我们这个使用二技能搭配我们大招把他推到我们塔内 再搭配我们队友直接把对方拉兹人头收下来 那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看的GCS联赛 那我觉得呢,Mate Team在这一届的成长啊,实在是十分的巨大 尤其是呢,各个这队员的他的这个位置都大概分清楚了 然后,宇翔哥的这个加入呢,令到整个Mate Team啊 我觉得实在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 那BV哥走的凯撒路,我觉得也是很夸张 他的凯格路是真的是很厉害 那这里我们回到这场比赛 我们呢,先使用我们的二技能,因为是不耗磨的 不断的使用二技能探个草虫 我们的冷却很快又到了 所以呢,我们可以大量的使用二技能来探这个草虫 看一下对方到底有没有人在蹲草虫 那这时候我们使用二技能 然后,使用我们大招戒我们的普攻 还有我们的一技能 直接把对方的这个拉兹的人头收下来 那这时候对方的马洛斯 还有对方的艾蜜莉想收掉我们 我们使用我们的二技能 然后,感谢这位我们的辅助使用他的技能呢 把这个马洛斯大招断掉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一命哦 然后,这里好景不长啊 我竟然这时候要下个车 然后呢,回到来了 已经啊,叼了两颗人头啊 可能是这个电脑来驱使我这个行动啊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使用我们的大招 搭配我们的技能 二技能 直接把对方两名想要入侵我们蓝区的英雄呢 直接收掉 然后,这里我们持续的清理一下兵线 持续的呢,先把兵线呢,带出去 那我们可以看到刚刚艾蜜莉呢,在下路 那剩下来的 那两个英雄呢,都很难直接抓到我 那我这里,我可以直接尝试持续的这个带兵线 可是这个时候呢,两个坦克都要复活了 这时候也不已久战 所以呢,我们先回个城 那这里呢,我们感觉呢 那对方可能会在趁我们呢 在打这个深月魔龙的时候去吃凯撒 所以这时候,我呢,先到这个凯撒先给一下这个视野 那这时候我们的队友呢,把这个深月魔龙呢,已经打掉 而这凯撒还玩好五缺 那现在看到呢,对方在想把这个黑暗之刺拿掉 那我们先蹲个草丑 趁着这个我们有这个深月魔龙的buff 看能不能呢,进B战这个会战 然后我们持续的使用我们的二技能呢 不断的进行一个Poke 透过我们的这个辅助 还有这个赞尼尔呢,在前面 扛伤害 然后我们做到一个双杀 然后再加上我们莫拉呢,也把对方特尔收掉 那兵线这个时候呢,也到达对方的中路二塔 然后我们凡恩呢,也把中路二塔呢,直接打下来 我们也趁着这个机会,把上路的兵线一并整理 也把兵线呢,带进这个对方上路的二塔 也直接带到对方的这个高地塔 可是现在对方大部分的英雄呢,就集结在这个上路 而且亚塔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现在我们队友呢,选择开这个凯撒 我觉得是不到好开的 因为我们有这个深月魔龙 我们可以打完深月魔龙 这个buff呢,会对凯撒的伤害呢,只有一半 所以呢,我觉得这波开凯撒是一个 不是太明智的一个选择 可是队友直接开了的话呢,就掉了两颗人头了 那我们,使用我们的技能呢 把这个赶过来的马洛斯直接收掉 有时候大家如果看到队友呢,做一些举动 你觉得,哦,这个举动不大好跟着啊 会直接一波团灭,或者会是个水饺 那你大可以呢,直接就退场 不一定要直接,哎,一定要跟哦 那我们刚刚也把对方的艾蜜莉呢,也收掉 那下一件装备呢,我会出到的是生命法杖 是比较少出拉茲的一个装备 生命法杖可以提高 除了提高我们的魔法吸血很重要之外呢 还能够提高我们10%的冷却缩减 那对我们拉茲二技能是很大的一个优势 而且透过不断的Poke如果对方在不断追着我们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透过我们二技能持续的消耗 然后没血的时候还可以一边消耗一边回自己的血 那我觉得生命法杖它有趣的地方是在这里 那当然如果你是觉得想要保守一点的话 那可以出鬼魂的尼南或者是我们的这个400魔宫的书 那我们呢,直接的把这个凯撒直接拿掉 然后还把前来支援的艾蜜莉和这个哥德尔直接收下来 那我们为最后一波战斗进行一个准备啊 把这个兵线呢,大概都整理掉 然后放一个天空巨龙 天空巨龙它有一个10秒成长期 所以不要太急着把它放出来哦 我们呢,要必须在比较前段就把它放出来 要不然你到这个主宝才放出来的话呢 它就会有一个成长不来不及 那我们直接把这个主宝推掉 赢得战胜利还有MVP 感谢大叔看我说 给我一个小小的点赞 然后呢,订阅 最重要的是分享 然后点个小铃铛 感谢大叔看我说 我们下次再见